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漂亮的女郎独自进入陌生男性的房间 难免有些风险 嫖客洗手间 有人正手持摄影机准备拍点影片 小夕穿上衣服就走 嫖客怒了冲上来将小夕拖进房间 好在小夕的老板浩哥就在楼下 他火速赶到将嫖客暴揍一番 逼他付了款 小夕告诉浩哥 最近变态太多 他不想干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浩哥也很头疼 最近手下有两个姑娘接连失踪 他的业务大受影响 不久前 浩哥的头牌花旦志恩 在闹市约见了一名嫖客 客人上了志恩的车 两人转进一处巷子 又左拐右拐 到了偏僻的望远洞 志恩停好车 跟客人步行去了他家 通常来说 姑娘们一般只会去酒店 而不会去客人家 但这位客人临时加了一倍的价钱 志恩难以拒绝 三天后车还停在原地 挡风玻璃上沾满垃圾 显然志恩失踪了 浩哥不知道志恩是自己跑了 还是被嫖客拐了 好在他以前做过警察 决心自己调查 这天浩哥接到助手电话 说有个顾客嫌过去的姑娘太丑 要求换人 浩哥已无人可换 于是打电话给在家养病的美珍 美珍是个单亲妈妈 高烧未遇卧床不起 好在美珍女儿懂事又独立 能贴心照顾妈妈 给她端水送药 虚弱的美珍希望请假一天 他画上淡妆 在闹市约见了客人 客人加了倍 美珍答应去他家 浩哥在车里捡到了志恩的手机 尾号4885的联系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助手熟悉这个号码 正是美珍去陪的这位 浩哥赫然发现 第一个消失的姑娘 也是这个4885郊区的 地点也是望远洞 浩哥恍然大悟 就是这一货 该死的人贩子 他立刻打电话给美珍 交代道 美珍同意了 他开着车 带着客人阿迟来到了望远洞 随后停车步行 以防万一 浩哥打电话给前头市警官老张 求他派几个手下过来帮忙 老张正带队在菜市场 给深入群众的首尔市长做安保 正好菜市场有人闹事 市长被人破了份 老张挂掉电话 带队冲了出去 浩哥无奈 只能靠他一个人 不行五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阿迟的住处 这里有很高的围墙 和很密的树 美珍记住了门牌 望远洞24-1号 美珍跟着阿迟走了进去 以防万一 他悄悄留了个门 房子是一栋双层别墅 有个荒草丛生的院子 院子里有一把铲子 和新翻的泥土 和一条饥饿的狗 浩哥赶来找到了美珍的车 美珍进了屋 提出想先洗一下 阿迟同意了 他来到浴室 反锁门打开水 开始发短信 结果发送失败 没信号 他靠近窗户 还是没有 窗外竟是一堵墙 美珍慌了 从浴缸里出来 低头发现 角落里躺着一束 女性的长发 还沾连着头皮 浩哥还坐在车里 等着他的消息 美珍洗了八脸 强装镇定地走出浴室 对阿迟说道 完全是 空中了 三心 空中转发串 等于 在他一起 美珍 亲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生了事? 你不要 我是你 我不能修罰 你嗎 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有 我的女兒有女兒 我的女兒有女兒 美针挣扎着 阿驰按着他的头 反复敲打 就是不中 还砸伤了手 阿驰上头了 他干脆丢掉枣子 浴室终于安静 美针的脑袋躺着血 身体抽了几下便不动了 浩格拨打尾号4885 同样无法接通 他下车寻找 可就周围房屋密布 朴先生正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他早已成了阿驰的垂下亡魂 阿驰不耐烦地赶走了二人 转身欲走 见夫妇二人议论那条 恶恶的古兽如柴的狗 便停下脚步略做思考 阿驰开走老夫妇的车准备换个地方停着 却把钥匙滑落 还被人撞了 撞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浩格 神奇的巧合 浩格下车交涉 阿驰急于脱身 赔钱都不要 敏锐的浩格嗅到了什么 随后又注意到了阿驰的衬衣上的血迹 心下奇异 箱子太窄 后车堵住去路 阿驰急于离开 逐渐暴躁 果然阿驰的手机响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得来全不费功夫 浩格笑了 开门欲擒之 阿驰钻到副驾驶 一流烟飞驰而去 浩格大步跟上 狭路追击速折升 浩格干过警察 体力强悍 阿驰逐渐不支 但他脑子好使 扔掉手机狡猾之志 浩格当然不会缺陷 穷追不舍 追上后 哭打 还有余力补上一顿拳脚 浩格问阿驰不打 翻出箭包 上面有阿驰的真名 和户籍地址 浩格假装警察 把阿驰靠上 女友送至警局 警察 阿驰十分松弛 没有丝毫的紧张 这已经是他第十几次 来警局做客 他拒绝透露 关于那辆车的任何信息 拒不承认4885 是他的手机 但当年轻民警 问他是不是 把那些女孩卖了 是 没错 他主动承认了杀人事实 众人一脸吗 浩格要暴揍阿驰 被众人拦住 浩格认为他在装疯卖傻 领导认为阿驰看起来 十分坦诚 不像在撒谎 浩格搜索阿驰的车 发现阿驰丢失了那串钥匙 他叫来助手 让助手拿着钥匙 挨家挨户的去世 找一间手机 没信号的地下室 密密麻麻房子 从市区一直蔓延到山顶 是个大工程 助手十分头疼 阿驰如实交代了 自己是怎么用枣子杀人 怎么分尸埋尸 十分得意 一问到埋尸地点时 他便装聋作哑 韩国的法律很奇葩 凶手承认了杀人 也不能定罪 还必须在12小时内 找到实锤证据 犯罪现场或者尸体 至少一样 否则时间一到 没有检察官批准 警局只能放人 而检察官记得阿驰 他上次也说自己杀了人 但因为证据不足 被释放了 检察官认为阿驰 还是在戏耍警察 让老张别浪费精力 把重心放在审讯 泼粪哥身上 毕竟今天市长 被泼粪仪式 成了首尔的头条 成群的记者蹲在警局 希望打听点 泼粪哥的消息 但局长和老张 顶住压力 还是决定先解决阿驰 他们盲猜 阿驰应该把尸体埋在山上 于是连夜带着警队 上山冒雨挖尸 结果一无所获 身心去累 美战的女儿小雅 一个人在家 浩哥发现了她 觉得有亏于她 又放心不下 于是把小雅 带在了身边 边带娃边调查 小雅很聪明 她预感到 有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了妈妈身上 但又不敢问 浴室里 美针回光返照 逐渐转省 见到老夫妇的尸体 惊恐无比 浩哥到其他蔓淫组织调查 找到了一个 曾被4885叫去过的妓女 妓女不知道阿驰的住址 却提供了一个信息 原来阿驰是个伟哥 怎么都扶不起来 她还曾跟妓女表白 被拒后扬言要杀了她 临走时妓女问 浩哥不答 但也没有否认 小雅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沉默对视中 关于妈妈的可怕猜想被证实 小雅崩溃大哭 助手挨家挨户地试着钥匙 终于开了一扇门 是一间地下室 浩哥进屋 打开手机 有信号 失望至极 郑宇离开 恰逢屋主回来 见到两人 拔腿就跑 一番追击搏斗之后 屋主被制服 逼问得知 阿驰跟他曾是一个牢房的御友 阿驰几个月前找过他 拿走了一个装锤子 凿子的工具包 之后便消失了 后来的事一概不知 浩哥发现 屋内有层墙尺 墙尺后面是阿驰画的画 撕掉一看 满墙的人体局部特写 黑暗又诡异 警队找来了犯罪心理专家 老专家一上来 就抛出了直戳灵魂的发问 阿驰的反应 证实了老专家的推断 他直接说道 评论 你的女人在看你 我要 Julian威斯是有意义的 我不能做到 所以她是女人的情侏 嗯? 你跟你的情侏要想想想想 那她能 剛才到女生的髮子里的 那她的瘋感 你堅持有 我堅持有情侏吗 不能煞 你跟焦 所以是 那个不是 阿驰暴怒终于破防 他的作案动机被找到了 但住所和埋尸地点依然是个谜 天亮了 警方既没有搜查令也没有逮捕令 12点前找不到证据就得放人 他们决定在望远洞附近搜索 居民们都起床了 也更容易开展工作 浩哥回到警局直接暴揍阿驰 强行逼问 老张也听之任之关上了 终于阿驰招了 警察倾巢而出 到一座石雕店全力开挖 忙活半天一无所获 老板交代阿驰六个月前在这里工作过 他石雕的手艺不错 浩哥指出 这里离每针停车的地方要走20分钟 明显太远 应当搜寻停车点周围5分钟的距离 可老张还想再挖挖 毕竟凶手自己承认的这里 检察官看到了被贬得毁容的阿驰 怒骂警队暴力执法 没办法 韩国的检察官向来都是横着走的 现在开始便宜 去死了 就 这样的话 我们会有的经历 然后 看看有死要出的 现在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情况 怎么会有的 白人皮肯太文化战斗 一部警察 被递猛烟于 多数人去罢了 太多了 我的肖子云败 我们正 fer开 去快来 他想把你搭掉 他说不一定 把你死了 怀疼 什么 什么 浩哥不管 众人强行将他制住 阿尺无罪释放 这案子就这么结了 此时美真正捡起一块碎瓷砖 努力地搁着绳索 浩哥不能这么认诺 回警局路上他竟以一敌似 阿尺重获自由 不过警队留了个心眼 派出两名警员尾行跟踪 阿尺买了个墨镜 下了地铁 结果男警员慢了一步 美真割断绳索 破窗翻墙而出 而狗在啃咬食物 细看是一只人手 美真冲出大门 周围无人 于是沿街小跑 来到拐角的小卖部 老板娘报了警 美真又打电话给浩哥 浩哥正疯狂跑往这里 没接到 随后美真手握电话 浑水过去 此时阿尺也回到了望远洞 只有女警艺人跟在后面 要命的是阿尺烟筹完了 决定去小卖部再买一包 妈妈妈的 阿驰欲走 老板娘叫住了他告知了一个秘密 然后提出了一个坐死他妈给坐死开门 坐死到家的请求 阿驰喝了口饮料关上了门 望远洞池般的民警在睡觉 跟踪的女警以为阿驰在买东西就站在外面等 而浩哥还在赶路 镜头一转老板娘下线了 阿驰来到里间梯行美珍 美珍抽搐着哭泣着 却连出声的力气都没了 阿驰再一次举起了锤子 没有反转 没有奇迹 这一次美珍被彻底杀害了 死前的最后一秒 她的脑中闪过了女儿的笑脸 浩哥终于赶到 她听到了警车的呼啸 小麦步前围满了人 拉起了警戒线 女警替地连连 老张懵逼无言 小雅受伤住院 浩哥决心收她为养女 惨无人道的血案引发了全民关注 警局炸了锅 各种线索纷尺踏来 阿驰把老夫妇的尸体埋到院子里 顺手拍死了那条狗 浩哥拿起手机 听到了美珍死前的哭诉 美珍的死责任在她 浩哥决心为美珍报仇 她发现教堂的耶稣雕像 跟地下室的绘画很像 于是向神父出示阿驰的身份证 神父认出了阿驰 最近教堂扩建 耶稣像正是她雕刻的 不过她好像叫朴东元 就这样浩哥来到了朴东元的住所 望远洞24-1号 他看了看围墙和大树 很隐蔽 很适合作案 接着拿出钥匙 一把一把试 浩哥把阿驰拖紧入 阿驰用力气刺伤后 吴奥哥大腿引爆了这场决战 猛男的PK 拳拳倒肉 瘦弱的阿驰自然不是对手 阿驰手持武器拉开距离 浩哥十分被动 几回合下来 浩哥被打得动弹不得 阿驰完全占据了上风 他捡起钝器 砸向浩哥面门 好在已没了力道 并未造成重大伤害 浩哥看似没了反应 实则摸到一把锤子 蓄力一锤扭转了局面 复仇在此一举 关键时刻警察来了 老张健壮 劝浩哥收手 浩哥不听 决心一锤定音 院子里的尸块重建天日 重案高破 举世震惊 阿驰的原形是创下了韩国杀人最高纪录的刘永哲 刘永哲的罪行震惊了全世界 日本媒体送他外号高丽食人魔 他在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杀害20人 手段极其残忍 刘永哲出身贫穷 对有钱人生活无比向往 他从小到大先后被母亲继母和妻子抛弃 这让他又极度仇恨女性 2003年9月24日 他在首尔著名的富人区江南区 用锤子砸死了一队70多岁的大学教授夫妇 出场报复富人的快感 之后不到两个月时间 一口气连杀8人 基本都是江南区的老人 由于过于嚣张 首尔警察全程搜查 刘永哲暂停作案 潜伏4个月之后又开始向女性复仇 2004年3月15日 他打电话叫来一名妓女到自己家中服务 许之以双倍的价钱 服务完便将其拉厕所 用铁锤活活砸死 之后分尸填埋 神不知鬼不觉 无人报案 无人追查 如此顺利又隐蔽的犯罪 让他非常得意 此后四个月 刘永哲用同样套路杀掉了九个妓女 但百密一书 刘永哲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他竟然两次拨打了同一家按摩院的电话 自上次出去的小姐没回来后 按摩院老板就一直在寻找这个神秘电话的主人 当刘永哲再次打过来 老板冒着被抓的危险找到了警察 双方携手抓捕了刘永哲 新人导演罗宏诊受本案启发 将其改编成了剧本 创作了这部追击者 2008年2月 一上映就大受欢迎 问鼎当时的票房冠军 并获得了同年大中奖最佳电影奖 韩国电影青龙奖多项提名 名利双收 韩国电影能拍敢拍 韩国观众的口味也确实够重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别忘了给贬斗一个三连推荐 剧集解说 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